比康莉 大家好 我是你们 爱吃不吃的王一博 大家好 我是你们 爱吃爱吃的杰峰 大家好 我是看见什么 吃什么的刘以豪 但是我不吃油刺的鱼 终于见到汪海老师本人了 哎呦喂 心情很激淡 心情非常的激动 穿一身白真显怕 真棒 你俩怎么混在队伍里呢 咱俩第一是喜欢吃啊 第二也没谈过恋爱啊 就是 前峰你没谈过恋爱 没谈过 第一个效作 瓮海老师 其实食物和爱情 很多时候特别的相似 它们都可以分泌出很多 令人快乐的这个多巴胺 食物的味道呢 就会占据你大脑当中 的特别美好的一个空间 甚至是爱情的一些气里面 都会有一些食物的味道 我特别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如果第一次 请女孩子去吃饭 一般会到什么样的餐厅 王一博 北京的话可能 我会 我喜欢吃炉煮 喜欢 那就对了 大家不知道炉煮是什么 你给大家普及一下 就是猪大肠什么的 猪肺 再加上那个烧饼是吧 你为什么带女孩去炉煮店呢 就可能挺接地气的吧 会问他想吃什么或者是 然后再带他去吃炉煮 然后就如果他 就两个人都说随便的话 那就去吃炉煮 好